感謝主席 本席邀請司主委 請司主委 很早 主委好 主委你剛剛提的中加案 想請教 你提到荷蘭商NHPA 他申請入主遠傳 入主中加 實際上應該是遠傳入主中加吧 就本案件申請案當中 遠傳是購買170億左右的公司債 是其中多層轉投資的一家公司 是嗎 所有的媒體報導 大家也知道 就是遠傳要入主中加 那麼遠傳現在當然不能直接購買中加 因為違反了黨政權條款 因為他是公開發行公司 所以他現在就是已債做股 對不對 他購買是不具轉換可能性也 因為我根據你剛才的報告 公司在 NCC的報告 你剛剛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子 你大概就是說 中加案 NCC花了半年的時間 仔細再審查 然後 決議 設定20項的承諾 就是遠傳他們必須遵守這20項的承諾 是投資申請人不是遠傳 不是遠傳嘛 不是是投資申請人 所有的媒體報導都是遠傳入主中加 只有你沒有看到嗎 所有的電視新聞媒體 所有的報紙雜誌寫的都是遠傳入主中加 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說法 好啦 反正你就是限定20項的承諾 對不對 這後來都做成行政處分的付款 付款如果不履行 根據行政程序法是可以廢止原處分的 可以廢止嗎 是 好 所以你等於有條件的通過 對不對 我們是許可付上很多的付款 付款是都是要履行的 好 付款都是要履行的 那這是重點 那麼在這20項的付款裡面 其中第17條 17條至3有特別提到 就是申請人 不得介入中加的人事和經營管理 對不對 也就是不管是不是申請人 這和商NHPA 也就是摩根斯坦利旗下的基金 或者是遠傳 他都不能介入中加的人事和經營管理 對不對 其實是針對那個申請人 當時提出的申請內容 對不對 在這個買公司債的部分 我們認為公司債持有人 不可以 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 不可以 就是如同剛才委員說的 他不可以去實際控制這些被投資事業 公司債持有人 不可以實際控制這些被投資事業 公司債持有人 不得去介入經營管理 也不得介入中加的人事 對 那本期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是 公司在持有人 遠傳公司的總經理 姓李 那遠傳的這位李總經理 他已經到中加各區 也就是各縣市的系統台 都去視察過了 他甚至召見中加的高階經理人 包括一位姓李的 兩位姓吳的 一位姓紀 一位姓陳 等於是在面談 何則留用 不合 準備要請他們離職 請問 遠傳的總經理 他可以去面談中加的高階經理人嗎 同時我再告訴你 我再告訴你 中加的執行長 也就是總經理 中加的執行長 現在已經請假 而且請假三個月 中加的總經理 也就是總經理 中加的總經理 然後呢 遠傳的這位李總經理 也在找人 也在面試專業經理人 準備去接任 中加的執行長 那我想請問 石主委 本席以上所講的這個狀況 那請問公司在持有人 遠傳 有沒有違反 二十項承諾之一的 不得介入中加的人事和經營管理 如果剛才委員所說的屬實 最終被投資事業的人 是由公司在持有人來做 來決定的話 我們就會依付款未履行 來做後續的處置 後續處置是怎樣 就依這個付款未履行 要檢視原來的行政處分 而且付款本身的未履行 也是行政法上所說的 行政法上的義務未履行 本身就可以單獨處置 也就是你最終可以廢止這項交易 對 好 我覺得NCC是自欺欺人 遠傳跟摩根斯坦利亞 他們拿了近200億 然後跟銀行連貸500億 這些都是借給中加 剛好就是中加的價值 他拿了700億出來 然後他都不介入經營管理 也不介入人事 也不派任何人到中加去 這個可能嗎 根本就我理解 現在這個案件並沒有通過政府的 全部的許可程序 而且 應該仍然還是在這個 原來投資人的掌控當中 至少法律上是無事 對啦 我是說常理啦 正常的投資人 會有這種笨蛋 拿了700億 那公司繼續讓別人經營管理 那700億他只做一個單純的債主 也不派人過去經營 讓原團隊繼續玩 頭腦正常的人 不會做這種事情 讓我再請教你 還有機關性未審查通過 你這20項的承諾事項裡面 當時NCC通過 你如何去積合 他們有沒有違規 就是遠傳有沒有違反這20項承諾 你有能力去查核嗎 要看事項不同來做不同的查核 剛剛委員所提到這件事情 也在公平會的付款裡面 我們兩機關會就有沒有 我會提供你相關資料 會去了解 問題是 你根本沒有查核的規定 NCC就殺手不管 因為按照你的規定裡面 未來是由忠佳自己 他每半年 向你NCC提出議論報告 看遠傳有沒有違反他的承諾 是要由忠佳自己 不然你來跟你講 到底這個遠傳集團 有沒有違反這些規定嗎 對不對 那忠佳 大家都知道 遠傳拿了700億耶 上上下下 哪一個忠佳人敢寫說遠傳違規 跟委員會 這個分兩邊來 媚於事實 一個是他們為了要履行這個付款 他們必須要建立一個法律機制 要定期匯報資料 但是我們根據電信法 應該是NCC你要通過 你是有條件的通過 你甚至要求有20項的承諾 那你就要進行公權力的查核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舉例說得很清楚 你是被動啊 你要被動等忠佳自己來跟你說 遠傳有沒有違規 是 那你的責任在哪裡 那你的責任在哪裡 我們根據電信法 原來就可以查核電信事業 有沒有違反我們可許他的義務 所以遠傳是電信公司 我們本來就可以根據電信法去查核 他們實質介入被投資標的 至於被投資的忠佳呢 他是有限電視事業 那他所經營的是12個系統 我們都可以根據有限電視法去查核 他有沒有違規事項 在這個20項承諾才是重點啊 這20項承諾才是重點 那這20項裡面的最重點 就是第17條我剛剛提的 規定遠傳不得介入中家的人事和經營管理 那我現在已經很明確地告訴你 遠傳不只介入 他甚至已經召見所有中家的高階經理人面談過了 他認為可以用的他留 不用的他全部會開除 中家的執行長也幹不下去了 已經請假三個月了 甚至遠傳也不客氣了 已經在找人準備接地他的執行長 本期現在就在這裡告訴你 公然的違反他的承諾事項 謝謝委員提醒我們一定進一步去了解 同時啊 我也要提醒你 是 你要嘛你就要面對這個事實 你就修黨政軍條款 那你也不修 然後你讓遠傳 生米煮成熟飯 我覺得你是要把一個爛攤子丟給新政府 蜘蛛委你的任期到什麼時候 如果大院行使統一權順利的話 7月31號 8月1號我就會把執長交給新的主任委員 7月你就走啦 所以你現在就擺著啊 就遠傳就算違規你不處理 那7月你也離開啦 你就先讓他通過 在很明顯的違法狀態之下 你們去鑽這個漏洞 以再做 既不修法 然後讓遠傳公然的違法 然後你又不處理 這是新政府的爛攤子 我覺得你NCC的做法 非常的不負責任 謝謝委員提醒 好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好謝謝林俊憲委員 我們現在請鄭寶欽委員發言